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回到蓝轩时间 今天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今天学人杂志的单元 那今天照例的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 云聪早安 哈喽 大家早安 好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难得看到那么的清清爽爽的 很简朴的一个封面 然后呢 讲到的是经济的短缺问题 远远看到一个苹果 诶 苹果诶 是他在讲的苹果的产业链吗 那是个地球 哦 这个对 这个苹果呢 仔细看是一个地球 所以呢 但是他化成一个苹果 是不是有个影射啊 但是他讲的 他讲的短缺是指 不止 不只是高科技的产业链的短缺 不止 是整个的供需问题吗 对啊 OK 所以他这一期的封面 严谨一概 就是这三个英文单字 The Shortage Economy 所以说一样来 看起来是一个短缺的经济 好 这怎么意思 嗯 为什么说短缺经济 我们 他基本上是从 总体经济角度来切了 嗯 我们先把时间 回复回到 2008年那场金融风暴 嗯哼 因为那场金融风暴的结果 造成很多家庭 欠钱的欠钱 房子被拍卖的被拍卖 嗯 所以整体的经济状况 是一个紧缩的状况 嗯 是一个需求面出问题的状况 嗯 所以需求面 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必须有资金投入 政府才会活络嘛 对 但是呢 在2008年那一场金融风暴之后 你看民间 大家债务这么这么严重 嗯 就算房子没被拍卖 也非常的紧张 所以 结一缩始 所以民间的消费减少 那种什么参风露宿的啦 搭帐篷的啦 变成游牧民族的啦 对 其实在尤其在美国 对特别明显 对 然后企业也是 那因为经济环境如此 企业当然也不敢投资 嗯 嗯 那政府呢 其实想办法可是不行 政府也想 也在紧缩 所以你看当政府 民间跟企业都在紧缩的时候 所以当时 那几年 我们其实一直很担心的 就是需求 出问题 嗯 所以政府尽量的放松赢根啊 想办法鼓励你们 刺激你们消费 嗯 但是今天的这一场金融 今天的这一场经济 问题或者危机 其实出在相反的方面 就是供给面了 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一次我们其实看到spending 花钱的潮回来了 嗯 嗯 Covid-19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政府 疯狂的在撒钱 对 其实也是在撒钱啊 是啊 所以全球统计下来 呃 政府各种的纾困方案啊 从台湾到美国啊 嗯 总计至少10兆美金 嗯 总计10兆美金 下到全世界的这个 所有的市场里面 是 然后呃 民间老百姓拿到了各种的补助 然后但是过去这段期间 又被关在家里 只能上网 嗯 嗯 可是累积了 很大的中华阶级的消费能量 无处可发 花钱的渴望 对 要出国要买机票 要买东西 对都没有 呃 企业现在也看好了这个 一些疫情期间 一些很多高科技业 大胆的在投资啊 嗯 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出现的状况是 需求 so powerful 嗯 OK 导致直到供给现在跟不上的一个状况 嗯 嗯 所以即便很多地方都缺货也是这个原因嘛 对啊你看嘛 像3C产品现在需求强烈成这个样子 即便是疫情期间 上学的上学上课的上课 都需要用到电脑 都需要用到很多的3C设备 但是呢半导体晶片短缺 嗯 像是当台湾跟大陆很多的这些代工厂 纺织厂 制协厂 都搬到了越南这些地方的话 越南最近这段时间前段时间啊 疫情一起来之后 制协产业跟成衣产业印象最大 没错 对 不过呃除了疫情之外 经济学院他这个专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点出了呃这个新进入原因之外 两个更深层的原因 嗯嗯嗯 OK 第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 大家影响不到减碳政策 嗯嗯 OK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各国 包括尤其是欧洲走的非常的积极 嗯 就造成了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碳排放的价格不断的飙升 嗯哼 到碳价格的飙升 他影响的就是整个企业的成本 嗯 所以呃尤其所有的国家 尤其欧洲开始啊 他不再想要增加自己的高污染产业 嗯 不想增加高污染的发电 所以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发电量一定会受到限制 嗯哼 现在就是了 嗯所以 现在呃很明显的欧洲天然气缺嘛 嗯 那中国大陆他是电缺啊 没错啊 没错啊所以一旦电量受到限制 生产一定会受到限制 嗯 那过去呢呃 既然这个市场不行 这个地方缺电 老子把工厂搬到不缺电的地方可以吧 嗯 嗯 其实30年前有这个选项 嗯 但是现在在全球的减碳目标底下 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嗯 中国也这样 美国也这样 欧洲也这样 嗯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 嗯 找到一个划算 然后又能继续生产的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所以 嗯 这是全球的这个减碳政策 造成的 供给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嗯 但是反过来说啦 因为最近我们谈呃这个有关于呃 中国大陆的限电 还有欧洲的呃这个天然气风波 其实谈了几次啊 反过来说 所以其实问题是你要减碳这个目标 我觉得是必要的 你光看今年的极端气候 你就知道说对人类来说 如果我们的各国的政府还撒索不管 还这样子延迟不断的往后delay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话 其实地球会完蛋的 但是也因为看得到这样的一个限电的问题 等于是绿能发展没有有来得起跟得上 所以导致的目前看起来 你刚刚讲这个短期问题 你必须要解决嘛 你的经济就就就垮啦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就变突然间回过头来去救经济 所以你减碳的目标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 前段时间好像大家因应这个气候变迁 所有的国家都觉得 我要拼命表现自己的这个良好的世界公民的角色 尤其如果你要带头 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强权的话 你更要设定一个很漂亮的目标 但短眼之间你发现 你根本连目标都没有办法达成 你现在看起来简碳 我觉得圆木求鱼 你喜欢这诚语 圆木求鱼 不是客舟求剑 那个背景是我之前用出的一个诚语 结果现在被蓝仙逮到小辫子 不过话说回来好 事情是impossible的 他跟我说这个叫做客舟求剑 是不是 所以现在还是有人包括美国很多的优牌 就觉得这个所谓什么什么 全球暖化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子 哎套圈套 对对对这是川普那个时候主政策 最常用的逻辑吗 这个说法 因为其实朝这个方向去 其实如果你是先走再生能源 等等接下来电动车 哎大家相信我 电动车现在听起来很好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没完没了 对吧 你看包括将来的车子 你看就等于就像一台手机 汇动的手机一样啊 你所有的软体都掌握在人家手上 嗯 就像现在你开电动车就知道了 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主机当机 没办法连上网 你车子的发动跟使用 其实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再来加上你整个过程中 你的轨迹 其实都在人家的掌控之中 想想你的车子不再是你的车子 哈哈 而且时间到了 你的孩子不再是你的孩子 时间到了 就像手机一样啊 你时间到了他可能 哎怎么变慢啊 哎怎么充电变充了变慢啊 不再属于 不再你是你能掌控的了 所以就像现在很多人 时间到了觉得 反正我手机也慢了 我换一台新的吧 所以未来换车的频率 可能负担也会增加重的 不管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我要讲的是 减碳这个政策 不管他是阴谋 还是真正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 总之现在已经造成了 接下来这几年的经济 会出现所谓的短缺现象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我坦白讲 我是有点惊讶的了 一开始我惊讶于中国大陆 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呢 定出这么的宏伟的 减碳政策的背后 其实没有精算出自己 可能能够有的能源 但后来发现原来不只是中国大陆 连欧洲也是 所以你发现说人类 这段时间发展的这么的快速 然后呢以为好像所有的事情 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所以当你这个经济不断的发展 你以为你有余裕 来快点进行一些负责任的 对于地球的一些修补 但后来发现原来 竟然没办法 那随便我们只好继续的 继续的 你要说怎么形容呢 糟蹋这个地球吗 还是继续的 只好还是先把这个经济的问题 把那边问题给搞好之后 才能够回过头来去做减碳 是这个意思吗 随便说减碳的目标 势必在未来这些年 要放缓 有机会我们在另外另辟专题 来谈谈减碳这件事情 我今天喜欢点出的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 他说是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要知道 其实在这过去这三四十年间 我们全球在谈到贸易政策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志于同 都是朝向更全球化的方向去的 所以在不管是贸易政策的拟定 还是贸易谈判的进行 其实专注的是 怎么样让全球的供需更有效率 怎么样让全球经济更有效率的再去运作 所以怎么样做更好的分工 这个孟加拉你成衣做得很好 让你尽量的做 墨西哥成衣做得很好 让你尽量做 这个 这个 美国可以做汽车 欧洲可以做高等的汽车 中国可以制造 大量的这个3C跟日常用品 所以我们全球 基本上是朝得更有 供需有效率的 方向去努力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很多国家在进行贸易政策的时候 很多国家在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 不再是那么单纯了 相反的他们要顾到 环保标准 刚刚我讲到 他们要顾到地缘政治的角力 OK 所以你看现在拜登 也都穿规登水 对他最近就说 这个川普当时对中国 定下了19%的关税 他又维持 他当然说你可以申诉 你可以自己在申请 基本上还是维持 所以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报复主义 他认为是造成很多的国际之间 货物流通出现障碍 进而导致短缺 重要的生产原因 对 那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些 现在我觉得是因为 多空的一些变数通交织在一起 所以让这个事情突然之间呢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如果说当疫情慢慢过去之后 我期待也好奇有没有 有可不可以让这个所谓的 shortage economy 会稍微的缓解一点点 好歹这个原本因为疫情而锻炼的这些产业 它的供给上面会不会来得好一点 有经济权这篇文章 有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也继续很多人担心 1970年代的那个超级通膨 也比较充足 就严重的通膨 是啊 那段时间物价天线在飙涨 对 加油站都在排队 很快就在涨价了 但是经济成长又很低 就停滞性的通膨 是 所以大家很怕那样的历史重演 但是经济权这篇文章 他说for now 目前看起来 那种失控式的通膨 不至于发生 不至于发生 这个也许大家听了又放心一点 而且接下来冬天到了 基本上人员的价格 可能会因此再往下滑落 明年呢 当疫苗越来越普及 亚洲的工厂会进行的复工 解决了 因为停工所造成的短缺的现象 接下来的明后年 很多的国家 撒钱的行动 失出无名了 开始要收网了 所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钱流通在外 你看相反的要开始在回收了 因为你过去少那么多钱怎么怎么回来 所以英国要开始加税了 OK 接下来你看像极客大的市场 尤其像中国 现在恒大事件爆发之后 其实整体的需求 看起来在未来这两年 会进一步的萎缩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了 这几年你看这两年 尤其COVID-19期间很多企业 尤其高科技大量的投资 那大量投资 结果在未来这两年三年 甚至五年以上 都会渐渐的转化成供给 都会转换成生产力 所以当供给渐渐提高的时候 物价也会顺势的缓缓的维持 所以这个是他比较乐观的部分 但是整体来说 他说刚刚讲的那两个深层的原因 It's not They are not going away 不会离开 不会那么容易消失了 你看能源政策 因为能源政策 现在其实比较怕的是 很多的国家的政府 这个拿捏不当 要的确很难的 因为你往过度积极的 再生能源来去开发 但是如果未来 当然顺利可以产生足够的发电量 也就罢了 但如果不行呢 你看可能未来还得再积极 想办法搞回这些劳碌 以因应电力的需求 不是嘛 这个就是很明显 像台湾也是一样 在对岸也是一样 我觉得就是看起来 没有你想做那么的快嘛 就是我们都可以去画一个大饼 或者我们都可以说去取过一个很棒的日能的未来 但后来发现就是 就来不及 就没有想中来的那么有效率 是啊 所以保护主义其实也像在这样一个 紧张的氛围底下 看起来短期内 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啊 所以它现在会 会持续是所谓的 shortage economy 所以唯一可以稍稍 稍稍乐观的是在疫情那一股份啊 疫情如果 过去之后 那产业的供给 产业量稍微供给多一点点 那我们的需求部分就是 应该稍微收一点点 或许会好一些些 好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呢 现在全球面临的 确实哦 我看非常多的一些专家很担心 很担心的一个状况 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另外一件大事情在这个整个的数位世界当中 在整个高科技的产业里面呢 那就是脸书 脸书的话过去一个礼拜呢 显然的啊 这个受到重创 呃一个的话呢 是因为呢 当机 这个六个小时之间大当机 大家再次感到感到对于脸书的黏着度啊 就没有脸书 有些人觉得活不下去啊 那台湾幸好是在睡觉的时候 就是在凌晨 入夜之后凌晨的时候发生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像欧美国家 在白天的时候感觉到震荡那么大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 又是另外一个冲击 就是你即便对它很黏着很需要 回过头来看 脸书真的有负担起 他该负担起的责任吗 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他的前产品经理啊 那出来呢 嗯揭露啊 这个脸书在过程当中 他把自己的利润呃 看得重过于所有的一切 包括对于年轻人 青少年绪青少女 呃在这个呃外型啦 减肥啦自杀啦等等的部分啊 这个几乎是视若网闻 那再来的话就对于一些呃 假消息仇恨新闻等等 他其实能够去改善他 却因为利润的关系而放弃 做更多的一些修正 嗯 这确实是我觉得很很糟糕 嗯很糟糕 嗯呃其实脸书这个事件啊 过去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讨论很多 也都看很多了啊 包括经理学人也不例外 嗯我觉得很值得在我们这个节目 再谈一下啊 嗯为什么因为 我想如果将来历史回顾探 呃尤其是如果景书因此而 近开始往下滑的话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一场 2021年的10月风暴 嗯会是非常重要的turning point 嗯 嗯 呃因为呃这一次的事件 当然两大事件 嗯第一个是10月4号 那个大当机 嗯整整六个小时 你可以想看 他是从美国时间11点左右开始 嗯白天早上 嗯对啊 因为我们的晚上11点的话 就是幸福睡省 你没有受影响 啊什么 你没有受影响 我当然没有啊 就算白天我也未必受影响 哈哈哈哈 对但我有一些夜猫子朋友 是真的会受影响 而且美国朋友受影响 但但我反正那时候我也睡着了 嗯 呃但对美国来说 这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他中间过程 以前有当了当一两个小时 或者可能几荒中解决 但这一次长达六个小时 而且重点就是说 他可能不只是在做社交 因为现在已经脸书太多人在上面 做交易做买卖 所以是工作 所以这个影响是真的大 所以如果刚好那个 那一天有新产品要推 然后你脸书 发了很多的广告计划 是 当下你就 傻眼啊 嗯 当然另外重点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他的成名经理出来大爆料 嗯 嗯 那这一次的爆料事件 其实金钱玄这篇文章是说 脸书呢 应该要政治这场风暴 嗯 否则呃 现在我们都看到了脸书是 大家既需要他 可是又讨厌他 嗯 所以你这一次你看到呃 这个爆料者 呃一连串 不管是接受媒体的访问 你用CBS60分钟 还是到国会去作证啊 嗯 其实两党议员 过去什么事情都都看 互看不顺眼 嗯 就这件事情 嗯 大家有志一同 同仇敌忾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代表的脸书 现在在面临的真正的挑战 嗯 所以刚刚讲其实你刚刚讲 包括啊他在IG 你看有五分之一的青少女 因为这样 因为常常用IG 所以觉得自己很糟 啊 要么得减肥 嗯 那进而减肥进而造成这个厌食症 对 然后要么就觉得想自杀 对 那很不喜欢自己 对对 所以嗯 所以这个是有 但是新学人说 持平的说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FB如此 嗯 就是说基本上是整个Internet的问题 是没错 但是我觉得 呃 Hogan的的爆料之所以有 有爆炸性 我觉得是因为他有证据 这证据显示出来 脸书自己本身内部 针对这个问题 是进行研究跟调查的 而且调查的数据出来之后 显现出有百分比 比如百分之三十几的人 因为这个相关的IG上面的一些人的关系 因此觉得自我感觉非常的糟糕 不喜欢自己 有百分之十几的人 因此有亲生的念头 你说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研究 你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到 你可能还可以解释说 啊这个就是当家的问题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你既然针对性的做了这个研究 但是你把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 看了以后哦 诉诸高阁 继续的没有去做任何这样的相关的 言论的一些处理的话 我觉得那个事实上 所以现在 祖公公现在到国来讲啊 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关心 不重视呢我不争贵呢 我连研究都不要研究 我竟然有研究 都不在那研究以后呢 至少我知道了 我就是说不过去啊 这个这种节目有点像当年的 这个烟草公司的事件重演 是啊 他明明已经做了研究 知道这件事情对肺部是有伤害的 但引而不发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Hogan也是拿这个东西做例子 他说这个状况 就像是当初的烟草公司一样 他一边跟你说呢 你一边发现你知道有害 二方面我告诉你说呢 啊没关系继续抽 嗯不过 呃金权这篇他这点出啊 其实在他爆料的内容当中 有一点 他认为对FP最致命 嗯最严重 但是呢却很少被注意跟谈到 包括你刚刚东宁也讲到哦 嗯嗯 他说呢根据Hogan提出的这个证据当中 脸书自己哦 有去研究过 嗯他发现 他的青少年用户 嗯 正在明显的减少跟衰退 哦 ok 他说这一点其实对脸书的伤害是 非常非常大的 嗯 为什么说伤害大 但这个之前 就发现了 对但我们外面讲 但这不是脸书自己调查的数据 嗯嗯嗯 那这一次是脸书自己调查出 嗯这样的数据 但是他引而不发 嗯 因为根据他这个数字 脸书自己预估 年轻优势对他的说有多重要呢 因为今天的年轻优势就是明天的成年的优势 嗯 他说如果这个趋势进一步下去 未来两年会影响他整体的用户数 两年后呢 他用户有可能最严重的话 会减少百分之四十五 哦 哦 ok 了解啊 就等于是这两个调查 放在一起看的话 是因此让他决定去忽略这个 对于青少年造成伤害的这个调查 嗯 因为他想要守住 这个继续滑落的 失去的青少年 这件事情为什么是重要 而且严重 嗯 是因为首先第一个 他等于在隐瞒投资人 隐瞒你的股东 嗯 对 你有这么严重的坏消息 嗯 你竟然不公布 让你的股东知道 你要想我买起股票去 你都给我好消息 所以未来会增长 但是 嗯 原来你自己已经知道 你有个极大的风险 极大的风暴正在行程中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 嗯 所以这是对市场不诚实 嗯 再来第二个 你也是对广告主不诚实 嗯 那广告主要投资 投入资源 要跟你长期合作 嗯 结果原来你的 这个基础正在 大幅的流失 嗯 你的土壤正在大幅的流失 但是你居然没有好好的告诉我 跟我讨论说 那这个现象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应该怎么解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所以经济权说 这个甚至其实是有 不只是道德问题 还有违法的问题在 嗯 是是是 这个没错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 比较都是处理这个 企业形象的问题 社会责任的问题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份 事实上是他作为一家企业 他对他股东 他是不是够负责任 够诚实的问题 那讲了企业形象也是啊 嗯 经济权说啊 脸书像已经到了这个 形象生意 难以挽回的时刻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段期间 就算脸书的发言人出来解释 就算主客不自己发脸书解释 有没有发现 大家不太想听 他每次 他每次 所以我们就说了 他第一个就是都会晚好几天出来 才出来反应 反应之后每次对他说一说之后 不痛不痒 那过一阵子的时候 又孤态父母 就在风暴当下 他都会先装乖 对 所以他们越讲越多 他写的越多 就会让人家 从更多的角度去嘲笑他 去嘲弄他 甚至去批判他 其实我在这个里面 我反正看到一个 也是比较少媒体特别提到 就是说 Hoben他点出一点 而就是说 土克伯他在里面 他竟然花了一大笔 一个单笔的钱 是50亿美金 干嘛呢 对 就在那个牛津的那个 他的不是他那个 大数据 被拿去滥用 对对对 剑桥分析公司 不是牛津 剑桥分析公司 那个件事情 然后呢 脸书被告对不对 然后他为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就是要求公司为他 去聘请一些 可能是透过各个方式 律师啊 这个和解费 50亿美金 只会让他自己去减少 他自己的应该负习的责任 我觉得这点非常糟糕 就更人格 自己本身的人格来说 道德破产 道德破产 所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 经济全会说 整个声誉啊 形象会到了 接近难以挽回的时刻了 你想想看 今天你这个问题 你出来解释都没人理你了 然后你的形象 大家虽然继续在用你 可是他真的批判你 都在讨厌你 都觉得是你 大家一边用你一边觉得被你欺负 所以他想看 是啊 可是这样的那么多年了 这一次真的会是一个 turning point吗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他未来他会推所谓的 什么什么 元宇宙嘛 Metalverse 是 更加的虚实整合 那你的生活 有更多的层面 可以交给我 是 来让我扮演重要的 桥梁跟角色 鬼相信你啊 鬼敢交托给你啊 他是说 嗯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 这个烟草公司 给你一提养生建议 哈哈哈哈 你敢不敢相信他 嗯 所以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我们 有可能在将来历史回头看 这场十月风暴 是脸书整个由盛道摔的 转捩点 也说不定 嗯 但你也许不会 因为 过去这么多风暴 他自己也都过去了 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 也都需要他 更何况其实我觉得 还是要再强调 今天脸书遭遇到很多的批判 呃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确 不只是脸书 而是整个internet 都共同必须面临的问题 不是只有脸书而已 你看 首先第一个 如何保护孩子 让孩子有更健康 良好安全的 网络使用环境 嗯 不只是脸书 不只是IG啊 YouTube呢 TikTok呢 那 何尝不是浪费 还有很多 法律边缘的 这种 网络游戏 嗯 嗯 他其实对年轻世代的 时间啊 眼力啊 体力啊 各方面的伤害 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第二个 关于言论自由 嗯 以及仇恨言论 挑拨言论之间的界限 请问该怎么划分 嗯 不只是脸书不知道该怎么划分 YouTube也不知道 Twitter也不知道 嗯 谁有权利 不让总统 的帐号继续发声 嗯 嗯 对啊 你要怎么回答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真的是必须要 静下线来去好好的讨论啊 但是在过去刚提到这个 随行一点 就是向来在风暴发生当下 它是最延迟反应的 最最 装死装傻的 嗯 你记不记得 对啊 在美国大选期间 其实你说Twitter啊 后来其实碰到这个状况 发现嗯 他们本来说的言论自由 其实某个程度 有点像是放任啊 这个仇恨的滋养 然后呢分立这个国家 他们其实开始 采取一些措施 然后就是脸是自己员工 脸书是最最慢 嗯 最慢反应 而且是他的员工 跟高阶主管出来罢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嗯 这个中间有他的问题在 但是还有还是有些 程度轻重上的问题啦 不过这一波 当然呃 接下来就看情势会怎么发展 因为这发展可能来自政府 也可能来自同业 来自业界跟科技哦 那来自政府 或者来自于消费者 有可能吗 呃最最不可能 哈哈哈哈 不过消费者他必须有 新的科技来发动 嗯 不要说现在 你真的不要以为今天 大家很仰了脸书 所以脸书不会到 很难说了 你看当年的 American Online 有没有 当年的 Myspace 有没有 一样啊 当时大家都没依赖他 他的网络效应多么的强大 但是说着就走 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统统强大 然后让大家渐渐喜欢的 这个新的社交平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脸书 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 那就政府的角度来说 他说接下来政府 极有可能真的可以 顺着这个名气可用啊 嗯 强烈立法 但这立法看起来 因为网络的问题太多了 因为不只是Facebook 所以看起来比较可能 focus在儿童跟青少年 例如要强制执行 他早在1998年 就已经通过了一个叫 Childre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就是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 OK 要禁止现在这些业者 收集13岁以下的儿童的个资 跟使用他们的个资 我想比较可能就是完成 比较小规模的立法 比较focus 这一大人的部分 这一成员的网络世界 我看很难 短期内 对啦 因为我觉得对于 孩童的保护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 比较容易有共识 而且他们相对来说 他们比较 没有自己 就是你会这样讲 他们比较没有自己去 研判事情正确与否 而且比较的能力 然后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那当然会觉得 那我自己的选择啊 这我的自由啊 那我就喜欢被攻击 假设啦 我就喜欢就是 就是有这种说法 所以当然他觉得 问题会更难解决啦 其实你如果问 我觉得不应该13岁 我就要18岁以下 把它当视为炎 想炎 甚至视为大麻 嗯 我觉得美国国会 会继续去讨论他 我相信 因为这种社区媒体 他使用的这个上瘾的倾向 是非常明确的 何况这些科技业者 明明就是要想办法 让你来上瘾 明明是要用各种 你刚刚讲的 他爆料他说 他就是要让各种的仇恨 很激烈的言论 来激发讨论 然后让这个网站更火弱 是啊 如果你是平平淡淡的 很持平的 很公道的 谁理你 嗯 对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 这个国足够看起来就是像是一个 老老实实 斯斯文文的 但事实上呢 这个帝国却带有一点邪恶成分成长 真的假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讯时间 继续和陈云聪 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刚刚讲到了这个青少年儿童 能最需要被保护的 也就是父母亲手上的那块宝啊 那所以的话呢 呃 不能够输在起跑点 哈哈哈 补教业 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 我们这样转得很好 很好啊 对啊 赞 OK 接下来聊这篇文章 是它International欄目下的唯一一篇 非常长的文章 可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大家关心孩子的教育的话 呃 强烈推荐这篇文章 而谈的是全球补教产业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补教不只是台湾 在全世界都一样 现在是极大的生意 诶 所以不只是东方社会 不是不是 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说 其实现在啊 呃从从非洲到欧洲 是吗 诶 大家越来越这样 诶 我真的一直以为华人特别 因为华人一直从 那种什么功成名就啊 不只华人啊 我告诉你这篇文章 是从韩国讲起的啦 韩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韩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对对对对 日本的百分之九十啊 在高中毕业前都不久补习过 他们都受华人 华人文化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亚洲人都得不得心 对对对 印度人也是一样 印度人也是吗 也是啊 只是只是只是穷了没上学而已 但只要是中轮阶级 重视孩子教育的 其实都一样 因为发现学校的教育 呃就是大家排排坐 吃果果 嗯 那其实如果你希望让你孩子 诶 成绩 超嫌别人 你就觉得你需要多做一点努力啊 嗯 但是不只是亚洲国家如此 呃英国 他这个数据是英格兰 英格兰跟威尔斯 十一到十六岁的孩子 在二零零五年呢 有百分之十八又补习 嗯 二零一九年高达百分之二十七 已经有三成了 二十七那真的蛮高的耶 在伦敦百分之四十一 在德国在德国二零一三年的数字 也是百分之四十 诶真的有点点颠覆我的想法 因为过去你记不记得 我们每次在谈到孩子的教育的时候 都是要效法西方世界 都觉得西方世界从小就培养他们 独立自主 也不见识难偶 没有 我觉得包括像美国也是 就是说你会训练他辩论啦 不会填鸭式的啦 记不记得 所以为什么其实台湾那么多父母亲 要去移民的目的 不都是为了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 教育的环境吗 所以那个都移民到哪里去 移民到每家啊 所以代表就是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每家的教育环境是好的 所以显示出来 OK 必须 必须稍微解释一下 所谓的补教其实有很多种方式 参与者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所以不同的方式是 有那种填鸭式的 就像我们为了考托福啦 考考考考年考啦 这种反正你去那边就是补习 就是就是考试 有另外一种其实是 是加强班的 表示你的物理很有兴趣 我跟你特别 物理的加强班 那不是不是为了考试 也不是为了分数 可是我只可以带你做实验应 我是教你基本的观念 有这种啊 有数学 有数学 还有诸算 其实当然也有啊 真的还有兴趣 英文啊 对啊那不是为了考试的 它当然会对你课业有帮助 但其实那个 它除了帮助你分数加强之外 帮你课业加强之外 为了推增吗 也真的就是有那种 启发式的 嗯 对 基本上都还是希望 啊我家的孩子 可以比别人家聪明 可以比别人家 嗯 表现得好啊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总体现象呢 经济群他这一个专题 就帮大家一一去分析啊 嗯 而我讲出几个就好 反正首先第一个 他说全球教育环境的大幅改善 啊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生阶级 很多国家过去很多 孩子是没妈上学的 嗯 引渡啦中国 但现在普遍的 很多的孩子都已经能够上学了 嗯 所以当上学人数更多的时候 需要补习的需求 当然也是增加 所以这是原因之一 再来第二个 也因为更多人上学 竞争谈也更激烈 嗯 嗯 中小学比较容易增加 可是大学在很多国家 其实还是相对是有限的 嗯 所以 为了要有 争取到上大学 你就需要好增肌 需要好增肌 你其实就需要补习 就需要去加强 嗯 再来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人口结构的问题了 就像我们台湾一样看的最典型 第一个是少子化 嗯 本来生三个五个十个 谁理你啊 但现在只生了一个两个 对 就可以集中在这 加上过去 就爸爸出来工作 妈妈当家庭主妇 现在双新家庭多了 嗯 收入也多了 所以觉得我更可以 好好地栽培我的孩子 所以 呃这是 人口结构的原因 嗯 当然还有攻击面的 其实尤其包括疫情期间 他是说 呃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讲哦 补教业 他其实参与者有很多种 不同的面向 最基本的 当然最常见 包括台湾也是 老师出来兼裁 嗯 对对对 小时候都嘛是这样子 然后 这些老师尤其在 你又发现 老师是因为他一直有兼裁 所以在白天上课的时候 他就是会少教一点点 哎 留着放学的时候再教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金星 有啊 我就听我同学讲过 有这样的老师啊 你听同学讲 所以你没有补过西哦 我没有补过这种西 哦真的啊 我们有 而且我们那时候以前 就有那种老师发现说 他上课际他就会 明示暗示你 嗯 要你去补他的期啊 对对对对 我同学就是据说 对那 Nina 你可能成绩 rotate他們说他觉得他 他应该成绩很好 结果为什么分数 他就是比别人差 后来才知道是这样 他没有去补习 对对对对对对 idad 当然另外还有所谓的大集团 就是像中国这次出示的这些话 那这些就是凭着财力 凭着现代化的行销 凭着现代化的各种的工具 来大举的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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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所以其实类型是很多 但不论是哪一种类型 是在这一波的COVID-19期间 都出现了质变 包括你看很多的国家 老师要么失业的失业 要么在家的失业 就开始更积极的找学生 再来那些大集团 现在也更懂在疫情期间 大量的投资网络投资科技 所以未来你可以看到 他们在这不方便的努力 所以以前你看出补习班 招生招生对不对 不相信我 未来会有更多的线上课程 可以招生 所以说好多角度讲是说 可能大家都认为教育这件事情 或者受教育这件事情 可以翻转阶级 从这角度讲的话 算是好消息 但是中间的话 变成你在业务教育之外 你要额外的再花点钱 额外的花一些资源 去补习 那有多少的家庭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资源吗 对不对 这可能又是亂的问题 好文修学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小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最后一个话题呢 来聊聊呢 也是跟其实也跟新少年有关了 但是成年人好像也觉得 这个蛮好玩的 新少年爱吃鱿鱼 爱玩鱿鱼游戏 好吧 这个实在实际是很好 你真的真的不得不去佩服 这个南韩的影视文化 真的是做到可以去行销全世界 就是我在亚洲国家 这个 已经像以前是日本了 现在是韩国 出来 哇 它这九十几个国家 它疯狂爆红 鱿鱼游戏 它是一个韩剧 所以既然经济学人杂志 也注意到了鱿鱼游戏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聊一下鱿鱼游戏 不过我稍微补充一下前面讲了 因为国际补教业的这个现象 它固然是有各种的人口结构性的原因 跟疫情等等原因 不过精选它其实很持平的点出 这样的产业 如果没有好好规范 它是有伤害的 首先第一个就刚刚讲了 老师白天学校脱工减料 这为了晚上可以叫补习 再来呢 也因为城市里面有更多的教学的机会 所以很多的老师不再去偏向 因为偏向人太少 也不补习 再来 未来孩子的成绩落差 也会渐渐的拉大 有型阶级 就担心了 这个其实是也显一意见了 而且呢 就算是有型阶级的小孩 看起来也会因此更辛苦 更累 更对学习失去乐趣 所以其实 一个补教业越强大的国家 其实越难摆脱分枢主义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专题 其实有点出让大家 从不同角度去思考 如果我们真的摆脱不了补教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 重新去调整补教的内容跟方式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啊 OK 这样我还在讲鱿鱼 那这期它在亚洲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它是要应景了 因为 因为这其实 从我们亚洲的角度来看 就现在是应景 代表说他们真的也注意到 那么一个流行文化 对 大家最近看美国这些 talk show 都一样啊 它主流talk show 都上完了 所以 这其实是韩国的文化 正式的进入了美国的主流了 这是继去年的这个寄生上流之后 另外一个让美国人 让西方人大开眼界的 韩国的文化作品 OK 你看包括talk show啦 tiktok啦 还各种商品广告 对不对 连那个高饼银都在卖那个什么 焦糖饼干 哦真的吗 哦 那叫什么 碰糖 碰糖啦 什么焦糖饼干 哎呦 不知道叫碰糖嘛 Anyway 所以这些它 所以所有复古的游戏 跟复古的零食都回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 当然这个要归功于 所以你不会发现 全世界的小孩子 为什么以前都在玩跳格子 我以前一直都有这种疑问 为什么 以前没有那么的全球的 譬如电视 没有那么大的流通 然后国公国之间 没有那么长的一些旅行 那为什么大家都一样跳格子 跳升 一样玩一二三 牧童人 为什么 一样石头打水票 所以水票我觉得 比较可以理解 但有需要到 一些 就是不是那么的纯粹 原始的一些游戏 已经不知道是谁传谁了 对 好好玩哦 好继续 嗯 就说 这当然好 我还是觉得要归功于Netflix 啊哈 因为Netflix 已经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平台 然后呢 它特别为这部片呢 你看又是配音 嗯 又是翻译做字幕 你看 所以让更多的国家 就它一个有一个全球化的包装形式就是了 对对对 它在台湾其实也是了 对 但其实金璇就说 它也访问很多韩国人 然后都不解不解 为什么这种天会会红 哈哈是吗 对 它说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了 老梗 而且还有抄袭复制的嫌疑 我怀疑它有大数据 是哈 嗯嗯 我觉得它会把一些不同的元素 就是这个元素吸引这个年龄成的人 那个元素吸引那个年龄成的人 这个元素吸引男人 这个元素吸引女人 嗯 对 这个元素是什么 这个元素是对不公不义的抗议跟抱怨 尽管整个南韩社会 嗯 尽管他这篇文的最后结论是 他说呢 就像爱情 就像金钱 嗯 对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抱怨 同样是不分国界 不分语言的 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语言 对不对 我觉得是有点啊 因为尤其南韩 南韩这个事情可能是又很极致 啊 就看起来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但里面的贫富差距 社会压力 然后那种负债累累的 他必须要去参加一个很残忍的游戏 然后求生存的不敢退出 种种 韩国人说 我们现实生活就如此啊 干嘛要看游戏是这个意思吗 就我们的现实生活 就在玩这个鱿鱼游戏 嗯 是这样子吗 是啊 我觉得生存游戏之所以会红 是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 都在玩我们自己的生存游戏啊 嗯 不是吗 啊 压力好大 哈哈哈 不要太急了 好 呃 时间到了 谢谢沈云松 谢谢拜拜 谢谢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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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